Hello 你好 欢迎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Mira 你的心灵美学DJ 给你当下最完美的灵感 我邀请你和我一起玩味正念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在生活中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Mira 今天要来聊聊自我争执升级技能 这几年的疫情让人措手不及 有很多人被迫失业 也有人毫无影响 但也意外让很多人瞬间脱颖而出 在这种变动的情况下 就体现了不同人的反脆弱能力 而让自己拥有两三种技能 会帮助你提高反脆弱能力 不会被外在变动的世界 轻易地干扰到自己的世界 还会意外看到机会 机运翻转 这边说的技能不是只是嗜好 而是深入地去成为专业 有人比喻得很好 就是要做满汉全息 每项技能都做到自己的极致 而不是麻辣烫 啥都只会一点点 而自我增值多学技能的最大好处 就是为副业做准备 平常上班的工作通常是为了赚钱 不一定是自己热爱或享受的事情 但是在职场中 一定可以学到很多课本上 没有教的领悟与经验 而我们都可以随时开始构思 自己人生志愿 热爱的事情是什么 通常都是要能够贡献给人群以及世界的 而这个志愿就会是最好的副业 而你的热情 也会让它成为永续的终身事业 你会感到无止境的满足 每天会过得很充实又丰富 不少人认为投资是要买股票 买房或者买保险等等 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很被动的 市场背后有一股力量制定规则在操控 可能一夜之间消失或血本无归 不过有一项投资是肯定不会亏钱 而且很可靠的 只要拿下了就永远是你的 那就是投资自己 以下提供了五个投资自己的方法可以参考 第一 进修新技能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 数位时代改变很多事 很多过去的技能都不是现有产业所需要的 甚至在流程架构上 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可以在个人的工作范畴上 学习相关的新技能 了解怎样跟产业做更好的整合 并对各种变化都有因应措施 这样你会成为公司重要的资产 不用担心被淘汰或裁员 还会因此帮大家保住工作 大家会超爱你的 第二 学习新语言 大部分人每天工作都已经很累 如果在个人工作的领域 并没有什么自己特别有兴趣的相关技能 想要进修 那么也可以选择学一种新语言 如果要走向国际化 接触更多的客源族群 那么语言一定是能够加分的技能 同时可以去了解当地背景文化 会开启许多点子 因为依照我的经验 很多人想要搞网站多国语言翻译 一来自动翻译很糟糕 二来就算找真人的翻译 其实也不是很完美 因为网站或者宣传广告上的用词不是说话 它是要有广告行销文案技巧的 所以自己如果可以懂一些就可以减少错误的表达 第三 练习谈吐遗容 这个虽然无关所谓的技能 但这个是所谓的印象展示的技能 第一印象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 而这都反映在你的谈吐和遗容上 不用有多花俏的用词与装扮 只要专业就行 而要达到专业的形象 最简单的就只要做到整洁就可以了 干净清晰的言词以及外表 就足够给人清爽的好印象了 即使你的工作并不需要见人 你也要好好整理自己的遗重 那是一种对自己的重视 你必须先觉得自己很专业 你的气质与自信就会自然由内而生 第四 定期整理居家环境 如果你有定期处理家中的杂物习惯 你会发现很多你早就遗忘了东西 这样你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消费 不会买到家里已经有的 这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反应 到底对自己的能力与价值了解多少 同时经过清理已经不需要的物品 心里也会觉得负担变少 人的精神可以得到更好的休息 第五 处理好人际关系 踏入社会工作后 你会发现身边多了很多不同的朋友圈 首先会达到一个顶峰 直到水满了出来 接着会进入一个混乱与怀疑人生的过程 当你意识到之后 就会进入筛选并分层的阶段 因为有些人会不断浪费你的时间 他们就可以离开 但我们可能都会有罪恶感 不过要知道 人生不同阶段的目标不一样 只是现在必须在不同的轨道上努力 真心的朋友会明白的 如果人生志愿是相同的 有一天终究会教会的 以上所说的方法都是一种方向 但细节要怎么做就关于自己的选择 为大家点播一段来自 加伯利伯恩斯坦的心灵练习 分享给你 听从心中所想的心灵小对话 今天的心灵对话主题是 你满意丢铜板所决定的结果吗 在做过之前心灵练习的 肌肉抗力学测试后 面对抉择时 却仍举棋不定吗 如果你是严重的怀疑论者 现在要分享的测试法会更适合你 这个方式既简单 又能马上就知道自己真实的感觉 当你历经几个小时 或几天 几周的犹豫不决 反复思考 分析之后 这个练习可以让你获得解脱 把你从沮丧和无法做决定的 你早中解救出来 带你向前迈进 拿一个铜板 心中想着迟迟让你无法做出决定的 那两个选择 铜板的正反面分别代表一种选择 然后随意用任何你喜欢的方法 直出铜板 留意当自己看到铜板 直出哪一面时的反应 对于这个直出的结果 你是感到高兴 兴奋 或是更害怕 纠结 这能真实揭示你内心真正想要和不想要的 当投铜铜板结果出现的那一刻 你内心中的感觉是最真实 也是最直接的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是执行起来比较简单 或是比较符合其他人的期待 还是你认为比较适合自己的选择等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 人不知道哪个选项最好 而这种直角 也就是拔规 的方法 不需要你自己做决定 也省却内心来回反复推演的挣扎 仰赖直觉 就能得知自己的真正需求 所以 当你陷入两难时 就丢铜板吧 但这并不是要你靠铜板落地后的正反几率帮你做决定 而是丢直的结果 会让你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哪个 或许 在铜板还没落地前 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这是今天的心灵练习分享 帮助打开你的内在力量 转化生命能量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的生活充满奇迹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Mira 刚刚聊到了投资自己的方法 针对第一个说到的 在固有专长上升级技能 这个是最直接可以套用在工作上的 而可以选择的管道有很多 你可以回学校拿学历 或者去一些认证的学术机构考证照 你也可以去一些不同的工作增加实物经验 比较简单的就是参加讲座 这更像是一种灵感启发 给你看到更多选项 如果时间不够 还可以报名线上课程 这样的时间比较弹性好安排 带小孩的妈妈或者在职工作者都比较可行 学习是低成本高回报的自我投资 尤其是从长远来看 五年十年之后 他所带来的时间复利是惊人的 因为会带给你无价的机会 关于开发第二专长方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心态 大家都希望可以做喜欢做的工作 但为了生存赚钱就没有这样的选项 因为兴趣是很难成为专业的 但比较有可能的是兴趣不小心发展成事业 培养第二专业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就是自己的兴趣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的第一专业 经常不是自己的兴趣呢 因为很多人大学念的科系 很多都是因为父母的建议 或者考量以后是否有出路 所以自己真心有兴趣的事情 就仅止于有兴趣而已 一旦要深入发展 就迟疑却步了 因为担心这个兴趣没有够大的市场 但有趣的是 很多都是上个世代的概念 把下个世代的萌芽梦想给牵制住了 你想想20年以前 有人会想到智慧型手机和数位的发展吗 有谁能想到现在有这么多的数位媒体 的网红事业以及网络课程等等 反而用旧思维的人们 在转型的过程中遇到了瓶颈 而且会用旧思维的概念在运作 无法接轨并限制自己的发展 所以如果兴趣变成专业 而且锻炼第二专业的机会 常发生在工作中 有些部门包含有多种不同的工作内容 大家就可能有不同的专业嘛 那当同事因为请假 或你被主管指派去训练其他部门的人时 就有机会接触到别种专业 自己学会了其他部门的入门专业 而且同时还会拓展自己的人脉 这样的基础是最坚实的 所以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 把握住每个机会 这才是成长的关键 其实能培养出第二专业的 都是在工作中认真做好每一件事情的人 不论是否属于自己份内的工作 都会认真的去做 针对挑战 想到的是怎样找到解决方案 因为希望能够从每一个难关学习到更多 让自己更进步 这样就会抱着谦逊的心态 去查找资料并且请教专业 与同事和睦相处 而不是竞争 也只有在虚心学习的状态下 才有可能以开放的心胸 去学习到最宝贵的经验 而这又要说到正面了 面对挑战的当下 要专注事情本身 而不是被情绪挑动产生争执 看清事情的本质 问自己 这一次我要学习的是什么 让它变成一个无价的收获 为大家点播一段来自 马修索克洛夫的正面练习 让心情更放松地面对忙碌生活 今天的正面练习是 止息心念 练习时间大概是 十分钟 当你在做这些练习 以及在日常生活数物中 可能会发现头脑一直都静不下来 不断东奔西忙 虽然你无法时时刻刻控制自己的心 但你可以想办法让它觉得轻松自在一点 学会这个功夫 能够帮助你视线回应你的念头和情绪 而不是凭冲动反应 这个练习让你有机会训练你的心 在它要冲动反应的时候 能够把速度放慢下来 并帮助你练习放轻松 不致让自己一直处在过不去的心理状态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你可以坐直 也可以躺下来做这个练习 假如你现在觉得很焦虑 有压力 躺下来可能会让你比较放松 第二步 做几次深呼吸 吸气 让肺部完全填满空气 然后憋气一两秒 接着开始吐气 慢慢吐 试着把肺部里面的空气全部吐干净 第三步 你认知到自己无法控制每一个生起的念头 带着一个意念告诉自己 放松你的心 如果有任何念头出现 就任由它们起落 用两句简单的慈爱短语来送给自己的心 愿我的心轻松自在 愿我对我的心感到自在 第四步 在吐气的时候同时说出这些短语 每一次吐气说一句 仔细听你说出的每一个字 然后连结一个意念 你决定好好关照你的心 第五步 每当你的头脑又开始念想纷飞 就回到呼吸和短语上 即使你在杂念出现之前 只维持了一句短语的片刻安静 你依然是朝着放松前进 只要继续练习就可以了 第六步 完成这个练习之后 张开眼睛 回到原本的日常工作中 在这一天当中观看自己的心 注意它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不安分和躁动 这是今天的正念练习分享 帮助你活在当下每一刻 为情绪按下暂停键 减轻压力 找回平静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你生命充满自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好的 有机会就练习这件事很棒的 那我为大家点了一首歌 祝福你 每天都是能展开新机会的第一天 过雨的夏天傍晚 我都会期待 唱歌的馋 嘿 把星星都朝新月光帅了很凉快 就是这样会一起来第一次告白 品嘎的我看 爱装了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 你说我在明天活在期待 不如花的今天很自在 我说我等了会不会太快 未来第一天要展开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呼吸尝快 站在地上的交换 因为你而有真实感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能飞起来 爱是真空的梦幻 第一天的真正色 再大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你很搞笑 你很奇怪 你脚发很乱 有的时候 你也突然为我的事情变得很勇敢 这么说来 恨不单纯 你陪我看 还还那么赖 我又好像不应该把你想的有点坏 坏的是我发现 不知不觉 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 你在眼神里好像也期待 期待不一样的未来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呼吸尝快 站在地上的交换 因为你而有真实感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能飞起来 爱是真空的梦幻 第一天的真正色 再大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蓝色的海 海上的云生 云的那端 云的那端 无转弯 无尘 到未来 到未来 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 不如活在今天自在 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 未来第一天要展开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呼吸尝快 存在地上的交换 因为你而有真实感 第一天我存在 第一次能飞起来 爱是天空的魔幻 第一天的真正色 再大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永远那么灿烂 永远那么灿烂 第一次能飞起来 欢迎回到节目 你现在正在收听 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今天我们在聊 自我增值和升级技能 这里我要特别说 怎样增值 都是一种理念的选择 每个人的人生蓝图都不一样 优点强项也都不同 所以对于彼此的选择 都要互相尊重 每个人对于事业的理念追求 都不一样 有的人是反正家里有财务资助 也没有想要赚钱的压力 只想要一个 我是CEO的标签 有的人是认真的要做一个理念 有充裕的资金 跟时间去执行 有的人是有赚钱的需求 甚至希望能创造 长远来说 能开启财富自由的模式 那这三种设定商业基础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都只是个人的选择 大家也不能互相用自己人生的经验去批判 因为你想要的不是人家在追求的 甚至是进行的速度快慢也是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 可能因为创伤造成的恐惧 变成不敢离开舒适圈 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离不开舒适圈呢 研究解释 90%的人被激励后都会蠢蠢欲动 充满动力 其中又有90%的人真实的付诸了行动 而付诸行动的人里面 有90%很快就退了回来 剩下10%的人继续奋斗 而最终也只有1%的人成功拓宽了自己的舒适圈 所以剩下的99%只是部分以不同程度去实践了自己的目标 美国密西根商学院教授诺尔迪奇提出 学习三区理论 首先是舒适区 当你留在舒适区 基本上就是等死 而离开舒适区 其实就是找死 第二个是恐慌区 这是我们成长路上的死敌 在舒适区里 你可以用已经熟练掌握的各种生活技能 工作专业 稳定的过每分每秒 没有任何难度和焦虑 在这里 你有满满的掌控感 你感到很舒服稳定 但是在这里 你会永远觉得停滞不前 没有进步 你时不时会想要离开这里 而在舒适区的外层是恐慌区 这里充满着你暂时不会的知识和技能 这里发生的状况 是你无法用已有的技能去解决的 超出了你现有的能力范围 走出舒适区的人 大多会直接踏入恐慌区 这比待在舒适区更可怕 大多数人屡试屡拜 作者感越来越重 除了意志力极其坚强的少数人 更多的人会选择退回了舒适区 甚至有的会因为一败涂地而自暴自弃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第三个区 就是学习区 学习区是舒适区和恐慌区中间 那一个时空的裂缝 2019年11月 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刊登了一篇论文 叫做高校学习的85%定律 这篇论文是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布朗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以及布林斯顿大学的 多位研究人员共同发表 研究发现 当开始学习一个新知识 或者新技能的时候 如果其中有85%是已经熟悉的 或者熟练掌握的 另外15%是陌生或者几乎不会的 这个时候的学习速度是最快的 所以逻辑上就是 学习区这个时空的裂缝最佳宽度 是舒适区的15% 如果你设定成长的挑战 跨过了这个范围 就会把你带入恐慌之中 好好运用这个公式 就可以用最稳定的脚步享受学习 例如在尝试新的工作领域时 选一个方式 是可以容许自己有15%的出错率 这样我们在职场当中 就可能成长得更快 而研究显示 长期活在学习区的人 是活得最爽的一群人 因为你会学得得心应手 今的知识既不太难又不太容易 恰好是自己稍微垫个脚尖 就可以勾得着的目标 在这个区的人们 活得有满足感 成就感和趣味感 在轻松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 更容易体验到心流的状态 而在这里的人 不是被动的学习者 而是主动的学习者 他们不是被动的跟随者 而是主动的成长者 人家都常说 活到老学到老真的很重要 我发现很多退休的人们 停止了工作回到家里 家人的关系会变得紧张 因为变成生活没有目标和重心 但因为长期在工作岗位上的 管理训练 形成一种强迫症 当在家里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就会变成互相找茬 其实主要深层的原因是因为 突然对自我价值的认可降低了 自己打从心里不觉得自己有价值 就会想要从外界去索取被关爱 被认可 但这些都是潜意识的行为 与其互相争执又死不承认 不如在一开始看到这个潜在问题时 先彼此暗示 或者引导安排来做学习的活动 这样朋友聚会有话题聊可以分享 又言之有物 人就会充满自信的光彩 看谁都很可爱很温暖 而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可以培养自我增值的好心态 以下列举十个每天可以自己检视自己的 第一 每天阅读 书本或网络文章都可以 第二 承认并接纳自己的缺点 第三 战胜你的恐惧 接受可能的失败 第四 发现一个佩服的人 并向他学习 第五 鲜少没有意义的娱乐时间 转而做一些富有创作性的活动 第六 培养一个新的习惯 或检视是否有坚持好的习惯 第七 好好休息 关爱自己身体需求 第八 贡献自己的温暖或才能 去帮助别人 第九 允许过去留在过去 第十 现在当下 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我们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其实都早就烙印在我们的内心 只是要去听内在的声音 然后用创造力 写出自己想要的新故事 为大家点播一段 来自利亚古兹曼的艺术治疗练习 允许自己 让心情诗情画意一下 今天的艺术治疗练习是 我想成为 这个练习的目标是 提升自我觉察 辨识长处 活动时间预估是 一小时 好的 你需要准备的材料有 杂志 剪刀 各色马克笔 胶水 一张四开的高棒树图画纸 想一想你希望拥有的长处 可能是更勇敢 更具冒险精神 或更健康 这个练习 这个练习能让你把这些元素 融入到字画像中 我有一位个案 创造出性感 大胆 强悍版本的自己 他后来发现 自己并没有在人生中 表现出这样的活力 但他渴望能在这方面成长 因此 主动在事业上变得更勇于表现 展露自信 以下是练习步骤 第一步 从杂志上剪下一个人物 代表你渴望的自我 第二步 用马克笔修改这个人物的特质 以符合你的模样 例如 眼睛颜色 鼻子 衣服 完成后 黏在纸上 第三步 在背景加上文字 形容你想要体现的长处 第四步 为你的作品加上色彩丰富的边框 大功告成 在练习创作的过程中 可以试着在心中想一想 你辨试出哪些长处是你想要培养的 你接纳自己哪些特质 这个创作过程 伤痛 护胀 护胃身心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创作力让你的生活更美丽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好 今天的创作疗愈小练习希望对大家有用 与自己好好对话并充电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请跟着我的声音 让精神放空漫游 今天的星光祝福冥想 我要分享来自宇宙源头高我意识的智慧讯息 你可以闭上眼睛聆听 或者在生活中当作背景音播放 让祝福进入你的潜意识 重新调整能量 现在 想象你正走在夜晚的湖边 看着波光淋漓的湖面 听着清脆的虫铃声 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 深呼吸 想象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吸入身体 呼气的时候 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 释放出来 让它随着微风飘散 你在微风中 闻到了薰衣草的香味 好清新温暖 让你感觉好放松 你决定坐下来 抬头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 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 就像钻石般 相牵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 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 现在 你在星空之下 接受祝福 关于爱好 传导者 若何 孩子们 今天和你们谈谈爱好 爱好 也可以叫做你们个人的偏好 这些个人的偏好 其实是你们内心的罗盘 但是很多人在小时候 表现出自己的爱好的时候 总是会受到嘲笑 或者是打击 这样就会导致 他们认为爱好是不好的 做自己的喜欢的事情 会受到惩罚 会被打击和嘲笑 于是便放弃了自己的爱好 而去成为一个满足他人期待的人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了自己的爱好 是很难真正的开心的 这也是为什么总是有很多人充满的困惑和迷茫 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并且发现自己很难快乐起来 现在你们已经进入了新的时空 进入了一个新的可以自己创造的时代 所以是时候去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 并且尊重自己的爱好 同时也尊重他人的爱好 每个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并且提供自己想要提供的服务 这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 也是你们很多人在努力的方向 而你们作为带来新世界 新意识 新生活方式的人 需要从你们自身开始处于不同的状态 你们可以大胆追求 大胆创造 去实现自己想要实现的一切 你们要逐渐放下曾经的那些限制 放下那些批判的声音 那些声音曾经说是为了你好 所以不让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什么不好呢 让自己开心有什么不好呢 孩子们 快乐地做自己吧 去享受生活的美好 去享受创造的美好 用你们的思想 用你们的话语 用你们的双手 带来一个寻心的世界 带来完全的转变吧 我是你们的父亲 我深深地爱着你们 祝福你们 我是Mira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欢迎回到节目 你正在收听完美新世界 我是你的心灵美学DJ Mira 节目快接近为生了 我想要点播给你今天的芳香祝福 给你好运加分 香灯了法是来自大地的绿魔法 让我来翻翻 女巫的日常精油魔法书 今天我要带给你的芳香祝福是 薰衣草 薰衣草是枝叶浓密的长绿灌木 可以长到两到三尺高 两尺宽 她的花形小巧 纯紫色 轮身在没有叶子的花枝顶端 她的叶片狭长 上面有一些绒毛 纯灰色或银绿色 自古以来 薰衣草的香气就广为人知 并且备受喜爱 希腊与罗马人用她来治疗各式各样的疾病 并清洁居家环境 罗马人将她引进了英国 成为英国庭园中的主要职务 中世纪时 薰衣草因为可以治病 也可以用来铺在地上 让家中 尤其是病房内 的空气变得清新宜人 因此 在欧洲各地 普受欢迎 当时的人会把薰衣草装在香袋中 为床单 整套的增添香气 并杜绝杜鹅 跳蚤等害虫 英国肥皂制造商 雅力公司的老板威廉 知道薰衣草是个好东西 于是便设法取得了英国薰衣草的专卖权 后来那些移民到北美地区的新教徒 也舍不得他们所重爱的这种庭园植物 便将它一起带了过去 薰衣草精油 适用薰衣草的花朵 以水蒸汽蒸溜法 萃取而成 颜色介于无色到浅黄色之间 质地稀薄 保存期限约两到三年 或更久一些 在服用镇静剂时 不要使用薰衣草精油 薰衣草有好几种 因此一定要买对品种 才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西班牙薰衣草具有兴奋作用 效果刚好和英国薰衣草相反 除此之外 有些市售的西班牙薰衣草学名 和英国薰衣草相同 但被称为法国薰衣草 薰衣草精油有草本和花香味 通常还带着一丝香枝木的气息 适合和它搭配的精油非常多 但效果最好的包括 月桂枝叶 黑胡椒 白千层 雪松 所有柑橘类精油 丝薄 懒香汁 冷山 天竹葵 杜松浆果 甜马玉兰 玫瑰草 广莫莫香 胡椒 胡椒 葡萄 松树 迷迭香 和盐兰草 薰衣草肥皂之所以广受欢迎 不仅是因为它的气味芳香 也是因为它对皮肤特别有益 薰衣草适用于所有肤质 由于它具有抗菌作用 因此 很适合在脸上猛长青春痘的时候 用来蒸脸 介意净化毛孔 薰衣草可以平衡头皮的油脂分泌 并抑制头皮屑 你可以把它加上迷迭香 用来缓解头皮屑所引起的骚痒 它还能促进毛发生长 中性的发质也适用 此外 由于它具有抗细菌的特质 因此 也很适合用在体香剂中 薰衣草最为人所知的作用 就是能够平衡情绪 并与人平静安详的感觉 尤其是在面对失去亲人的伤痛时 在能量方面 它可以活化任何一个脉轮 并让所有脉轮保持平衡 它也有助冥想和祈祷 在施行蜡烛魔法时 它能够招来并强化爱情 自从罗马时期 人们就已经开始用薰衣草来清洗衣服 它不仅能使异物和床具散发清香 还有助去除洗衣机的污垢和衣尾 你可以把它用在存放床单枕套的柜子里 以杜绝杜虫 或者将它喷洒在蚂蚁经过的地方 以阻断它们行走的路径 在户外时 也可以用它来防纹 在风水方面 你可以用它来抑制流动过快的能量 并使其保持平衡 这是今天的香氛魔法分享 谢谢你的聆听 我是Mira 愿精油帮助你好好关爱自己 感恩你和我一起完美疗愈 今天聊得差不多了 对于今天的话题 我觉得 就算你现在做着不喜欢的工作 但是一定要相信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有个原因要你来体验 看到这件事情的不完美 所以你会从中去发现问题的根源 也会不小心学到一些启发 并且摸索出方法 而这些经验就是最珍贵的 别人无法取代你的秘密武器哦 你收听的是完美新世界 感恩有机会与大家在空中相见 今天为您点播的内容 我会陆续发布在我的YouTube和Spotify频道 也欢迎你追踪我的脸书和Instagram 不定时分享给你最新的生活正念美学 一起玩出美的疗愈 活出美丽心情 今天节目的最后呢 为大家点了一首歌 祝福你 不管人生何种风景 你都能活出世界第一等 那我们下次见咯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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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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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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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美來三景 不驚風不驚映 有情有去的好領地 十歲笑 兩百年 三不孤心也來到底 也要說 我感情 我是世界第一頂 是煙粉 是注定 好像看美來三景 不驚風 不驚映 無情有去的好領地 地獄的公園 一陀就賺少年事 求憑你 無聊事 千金爛買好領先 基地獄自 glu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